警方來到長生在民宅內的詐騙機房進行攻堅 一舉逮捕林姓嫌犯等9名成員 時事局破獲一起假投資詐騙案 嫌犯利用通訊軟體刊登在家兼職 輕鬆獲利等廣告 吸引民眾加入通訊軟體群組 再誘騙民眾至假投資網站進行詐騙 本局撐騙大隊爭破一起以林姓為首值 假投資詐騙機房利用人頭公司洗錢的案件 警察林姓於110年6月 成立假投資詐騙機房結合洗錢集團利用人頭公司 透過虛擬帳號及超商繳配代碼的服務 要求被害人匯款 並且引導被害人士mytrade 微金屬交易平台等假投資詐騙網站 加入會員並投資管項 因投資標的接遭詐騙集團操控 即使投資人在投資網站上有高額的獲利 詐騙集團也會出金跟反例 嫌犯經營假投資詐騙機房 並結合洗錢集團利用人頭公司以虛擬帳號及超商繳費代碼服務 收取被害人款項 初步清查出28名被害人 詐騙金額超過新台幣700萬元 並查扣汽車兩輛手機18支 以及電腦11台等張證物 案經新北地檢署愛顧警察官指揮本區偵查第七大隊 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等單位 於日前同步在新北市及台中市搜索兩處詐騙化物機房 並逮捕留險及淫險等九名犯險盜案 新清查被害人高達28人 金人預新台幣700萬元 商場查扣犯險不法所得所購買之車輛 賓士及保持捷各一部 後續金向上溯源 再追查出張款提議人 人頭公司負責人及集團幕後首腦等八人 道案 並依刑法詐欺罪洗錢防治法及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解送新北地檢署偵犯 警方呼籲民眾從事投資應循合法管道 如標榜高獲利、穩賺不賠等話數應提高警覺 如有疑慮請撥打165反詐騙專線諮詢 以保障自身財產安全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